香柳把头扶在小妖脖颈处,尖尖地撩牙抹着她的皮肤,她突然想到,她如今对自己的身体也不是很了解。万一这回溯时光发生了什么意外的变化,她察觉了可怎么解释。她突然后仰拿手臂把它支开,哎,跟你客气客气,你是真不客气啊。 香柳心下狐疑,调动蛊虫,小妖突然痛得匍匐在地,冷汗直冒,你,你犯什么病?香柳飞快地收回了蛊虫,长长的睫毛掩住眼眸,只有我跟你提条件的份,你照做。 香柳心下是有气的,转身走回了屋子,不再理睬她。她知道香柳是故意的,可是她还是有点忍不住感觉到受伤。香柳能感觉到她的难过,也不知道她是为谁难过,是怨恨她,把她带走吗? 晚上小妖想洗澡,晃晃悠悠从屋里出来,向柳架了火堆,在院子里歪着树看着羊皮卷书,她哼了一下装看不见。 刚到水房就看见木桶里已经放好了水,她吸了吸鼻子,水里应该也滴了一点点花露,虽很淡,但是她闻到了,当初防风被带她买花露,她也给它盲挑了一只,就是这个味道。 若高山雪松夹着浓郁的玫瑰,又似海浪裹挟着若木花的味道。 只可惜,她选完了防风被看了一下名字,就让花妖包起来了。 她好奇地问了一句叫什么,防风被调笑地答了一句,怎么? 你要跟我买一样的? 正好,我也用这个,你也用这个,很是登对。 她当时翻了个白眼,谁要跟你用一样的? 但是心里其实是有点甜的。 想到这里,她心情顿时多云转情,防风被总是那个能让她想起很多细碎快乐的男子。 香柳在院子里烤着鱼,扶着心口,难以自控地弯了弯嘴角。 舒舒服服泡了个澡,换了一身轻衣,她哼着小调,刚从水房夺不出来,就闻到了烤鱼的扑鼻香气。 香柳抬眼看了她一眼,你是真会赶时候,要吃就过来。 她溜溜答答的,走到香柳身边一屁股坐下。 香柳眼疾手快,在她屁股要落地的时候,塞了一个垫子,邻居给的,放着也是放着。 不是我会赶时候,是你会掐点小妖在香柳快变脸的时候赶紧补了一句。 我是说你烤鱼会掐点,闻着火候正好。 她刚要发作,听闻这句有点脸上挂不住,念如冰,耳朵却有点红,哦? 是吗? 小妖殷勤地点了点头,开始分烤鱼。 哎呀,香柳大人烤的鱼就是香,四海八荒,无人出其诱啊。 香柳接过小妖递来的烤鱼苦涩地看了一下月亮,只有月亮知道她很爱小妖。 所有的冷漠,不过是让她对她心思一点再多一点,等到她离开的时候,她就不会那么难过了。 她带她来这儿绝对不是过日子的,她假借交易之名,要让她摆脱联姻的命运不是为了嫁给她,而是为了把她交给那个她心里的男人。 其实能为她放放洗澡水,晒晒被子,做做饭已经是很难得的机会了,她很少可以那么亲近她。 海底37年按人类的寿命,也算是共度一生了,可她还是忍不住贪心地想要更多。 她急色了两口烤鱼,内心的酸楚和烦躁,让她的心在此刻无比柔软和敏感。 小妖府上心口,复杂地看了香柳一眼,她除了吃它的时候偶尔不顾形象,吃美食,她一向都是优雅的,慢吞吞的。 少见如此急有些失态的时候,他们这一见相隔是百年光阴,她不想再失去它一回,可是逆天而行的经历,也无法跟她道明。 她说香柳肯定性,可目前又没有解决癥结的办法,说出来两个人也是徒增伤感。 刚轻松一点的氛围,又变得沉默下来,带着无尽的悲伤。 她吃干净自己的那份烤鱼,就开始盯着火光发呆,香柳又递给她桑圣酒,专需酿的桑韧酒是甜中带苦,而她酿的酸味和苦味纠缠在一起,甜味并不明显。 两个人默默碰杯,沉默地灌酒。 香柳是爱而不得,用酒赞牌内心的暗潮涌动,小妖是心酸,她跨越百年光阴,如今也不知道怎么解这个局,别说破局,她都自身难保。 两个人喝完了酒,香柳忽然把她拉入怀中,她的心漏跳了一拍,然后就是咚咚咚的猛烈跳动起来。 她能感觉到她的气息那一瞬间的停滞,她的气息也变得有点重,喷在她的皮肤上,热热的,痒痒的。 她正是有点晕乎,然后感觉到尖尖的獠牙刺了进去,并不疼,是酥酥麻麻的,更多是甜事。 小妖仰起脖子,看着大大的月亮。 突然非常怀念清水镇时期的那些是那些人,轩,夜时期,老木,麻子串子,桑田,春桃,还有香柳和毛球。 香柳弄得小妖有点痒,忍不住分神。 她翻了个白眼,大人,香柳大人,您这是吸血呢,还是占我便宜呢? 或许这句话太杀风景,本来有点暧昧的场面,就显得有点滑稽。 香柳闷笑一声,她能感觉到她的手抚在她的后颈上,慢慢地上下抚摸,像是爱抚,也像是安抚。 我是在想,为什么你的心脉受损了?因为她。 小妖心下一惊,身子都有点僵,你天天睡不好,你心脉还不受损啊。 她放开她,看向星空,我都怀疑你是不是这种方式折腾我呢? 你要是想尽快离开这儿就睡好点,我也少遭点醉。 好啊,那你陪我吧,我最怕寂寞了,一寂寞很难不想东想西。 她的眼睛在火光下亮晶晶的,笑容也真了几分,好啊。 两个人把火灭了,一起收拾残局,向柳把书案收拾干净,让小妖坐在垫子上待着。 她自己把十案收拾干净擦了两遍,两个人一起洗了把手,香柳准备去扔垃圾,走之前小妖还叮嘱了一下她,买俩小玉瓜和一点压脖子回来。 香柳看着她满眼柔情,月色下她整个人很柔和,好啊,等我回家。 她说完这句话僵了一瞬间,然后扭头出去了,回来的时候提着鸡爪子,压脖子还有小玉瓜对着小妖扬了扬,进了屋。 小妖也追进屋,向柳刚放下这些好吃的,寻了把椅子坐着对着床扬了扬下巴。 已经是秋季了,小妖爬上床盖上蓬松的有丝丝满意的被子躺在床的一侧。 像流手一扬,灯光俱灭,黑暗里两个人仿佛听得到对方的呼吸声和心跳声。 静默了很久很久,时间仿佛在这里静止。 小妖想到那同床共枕的三十七年,弯了弯嘴角,我小的时候都是听着故事入睡的。 像流九九没出声,小妖正打算放弃,香柳开始娓娓道来,她说的不像是睡前故事,像是说书人讲的,是大荒四处的八卦趣闻。 小妖心里甜滋滋的,开始得寸进尺,睡前故事哪有讲这些的呀? 像柳的声音难辨喜怒,我没有听过睡前故事,讲不出来。 小妖心里一揪,她愁愁地开口,那我给你讲吧,是一样的。 像柳的声音揉了很多,碾了,你早点休息吧。 心脉受损,若是留了病根以后就不是小痛小痒了,我还想多活几年。 小妖沉默了下来,愉悦散去,悲伤卷上心头,她清晰地记得,他们都说她被万箭穿心,死后化为毒水,尸骨无存。 你撒谎! 她的眼泪顺着眼角滑落,滴在耳朵里。 香柳有点无措,她的声音像是被套上了很多层枷锁,无比沉重。 苟延残喘和死得其所相比,死得其所也是一个好的结局。 小妖这次没有回答,只有哭泣的声音,极其微弱。 小妖应该是在克制自己,但是这样的抽气声对于香柳如同白蚁钻心。 她挑了个话头,要不要看看月亮。 小妖闷闷地说,你把窗子打开,我想看雪。 香柳一挥手把窗子打开,外面开始下极小的雪。 小妖嚷嚷道,我要看大雪。 香柳沉沉说了一句,你是想找死。 小妖执拗地坐起身,我要看大雪。 香柳不容置疑地说了一句,看一小会。 外面大雪纷飞,每次看到雪塌,都会想起香柳,会想她在干嘛,会隐隐期待她坐在毛球的背上,带着一身的雪匠落在她的窗前。 小妖的眼睛亮亮的,想留你过来,坐在这里。 她拍了拍旁边的位置。 香柳吃笑一声,我挣钱的方式有很多,这个不再其烈。 她白了她一眼,大人天资国色,真做这个,怕是十个屠山士都不够听到屠山士香柳小心翼翼地看了她一眼。 小妖浑然不觉还在傻乐。 这个说话方式,让香柳想起来了文小六,想起他们的初见,她无声地苦笑,眼睛里也有泪意。 他们最可悲的是,她是香柳,可她不是文小六。 也可悲在,就算她是文小六,她也是香柳。 香柳缓缓走来,在另一侧床榻上躺下,睡吧。 小妖得意了,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。 香柳一挥手,大雪停了,一轮脚跃当空。